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曾当一人诸葛亮办后市的新北市龙华礼仪会馆,昨晚惊传枪响,四名扼煞连开七枪,造成两人受伤,其中一名无姓男子遭子弹击中,自行送往台北市医院救治,警方今天已逮捕包括枪手高进主嫌在那四名嫌犯,四人工程师因为比特币投资纠纷才会朝对方开枪。 昨晚八点多新北市板桥长江路的龙华礼仪会馆传枪响,警方表示,四名嫌犯当时开着白色轿车到会馆大门,下车后朝着大厅连开七枪,电梯门留下弹孔,两人受伤送医,警方今天宣布破案逮捕四名开枪嫌犯。 综合媒体报道,辖区海山景分局调阅监视器画面,今天凌晨将开枪的高性男子及陈进男子等四人逮捕到案。 高贤公称,日前花一千万元投资比特币,因为惨牌要退出投资多次谈判不成,才会趁着无信男子去龙华会馆上相识开枪恐吓警告。 警方将深入调查开枪原因。